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加州陈县检察官今天表示 南加州台义教会枪击案凶贤周文维 今天将遭检方以谋杀等罪名起诉 并可能面临死刑 枪击案造成52岁的台义医师 郑达志身亡以及5人受伤 凶贤面临一项持枪谋杀罪 5项杀人未遂罪 4项非法持有爆裂物罪名 陈县警方指出休闲周文维 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仇恨犯罪 对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满 从枪手车内发现的字条显示 周文维不认同台湾是独立的国家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今天表示注意到有个别的绿色媒体 借机炒作 图谋利用不幸的枪击事件造谣 做政治文章用心险恶毫无人性 拜登总统19日将在白宫 欢迎芬兰总统与瑞典总理到访 讨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两国寻求申请加入北约组织的历史性决定 然而北约成员国 土耳其已经表态反对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 白宫新闻秘书尚提也表示 拜登政府有信心北约成员国能就相关议题达成共识 国务卿布林肯先前也表示 尽管土耳其有疑虑 但他有信心瑞典和芬兰能够加入北约 德州达拉斯市警方今天宣布已经逮捕了一名 韩国美法电枪击案的嫌疑人 联邦调查局昨天正式对这一案件展开仇恨犯罪调查 达拉斯的韩国城上周三发生枪击案 一名非洲男子闯入美法电后开枪 造成三名韩裔女性受伤 经调查警方认为这一起事件 与此前发生的两起袭击亚裔企业事件有关 参起事件的犯罪嫌疑人都驾驶一辆红色小货车 警方今天表示已经逮捕了一名嫌疑人 犯罪事实仍在调查当中 调查部门发现了一处大型地下贩毒通道 连接美国和墨西哥的工厂仓库 长度相当于六个足球场平在一起 调查部门表示这条秘密地下通道内设有铁柜 通风系统电力设施和加固墙 连通了墨西哥边境城市提花纳和南加州的圣地亚哥 过去20年间附近地区发现过十多条结构复杂的地下通道 美国警方目前还不清楚这条贩毒通道运行了多久 以及过往贩运量 警方近期在附近缴获了大量的可卡因、冰毒和海洛因 6名涉嫌贩毒的加州居民被捕 一万富豪马斯克今天表示 除非他能确定社群平台推特上的假账号少于5% 否则他就不会继续推动收购 马斯克在推特上有近9400万追踪用户 他今天推文表示 推特执行帐昨天公开拒绝提出假账号少于5%的证据 这项交易进行不下去 除非他拿出证据来 马斯克上月宣布希望收购推特让许多投资人吃惊 但他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的计划 仍然暂时搁置 等待厘清推特上的机器人假账号有多少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